沙漠投资上亿 种下大量植物现在变成啥样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塔克拉玛根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 仅次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 曾经我国为了这里这个沙漠投资了上亿元 在这里种下了大量的植物 那么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 塔克拉玛根沙漠的条件是非常恶劣的 连浇水量也不超过100毫升 大量的动植物在这里无法生存 即便是这样我国也没有放弃这个沙漠 而是在沙漠公路和边缘种植了130公里的树木 经过好几代人的辛苦付出 目前在这片沙漠上已经可以看到生机薄膜的绿色了 每一棵树木都是人们精心养护的结果 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些沙漠植物 当地人还在沙漠中发现了一些植物 存在着药用价值 并且有业务公司提出了合作 这样不仅在种植的过程中 却可以缓解到沙漠化的情况 而且还可以带领当地的人民支付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片沙漠也会被我国人民所封破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结束了